Kiki来了最新发色!BTS防弹少年团95LINE亲自示范给你看! 有著《世界弹》之称的BTS防弹少年团于2月17日结束了他们第一次日本巨弹巡回演唱会BTS Or To Love Yourself 代史举Eapon Edition。 于福刚华下完美剧点成就大成的他们还在推特上写著在这名为阿米的美丽风景中我们今天也满载而归。 也因为隔天2月18日是光州小漂亮好夕的生日配合蓝牙阿米棒让我们后比辉出了一只后不完全雷打们。 防弹整趟热询中还有一大看点就是没想到双子星Kiki来了居然也来当特别嘉宾。 阿米们粉丝名应该都知道防弹自出道以来就染过不少特殊发色, 根本就是包半红橙黄略蓝电子彩虹七色,完全想不到还有什么颜色是没有染过的。 特别是因为七位少年颜值很高的关系,一染特殊发色,就宛如仙子降临啊。 而这是我们的95蓝志明和太亨。 两个人发色跟双子星Kiki来了大壮色,被粉丝说是防弹版本, XD粉红色的致名是来了蓝绿色的太亨是Kiki。 这个舍定是不是很可以,而且在巡演上95蓝放闪的好交情真的跟Kiki来了一模一样,超级可爱,星空。 虽然第一次日本巨蛋巡回演唱会结束了,但阿免们不用担心, 因为BTS防弹少年团他们有说过,上半年就会带注新专辑回归, 在这个期间我们就一边好好看每周的软BTS,一边在小分队BTR衣裳上撒钱,等他们强势COMEBAI吧。 牛编辑在这边想说的是,特殊发色很帅很鲜我知道,但还是希望不要太常染,因为伤法制阿斯辛最推的还是我们黑发少年团。